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嘉賓車來Harry,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Harry你好 你好 見到電話旁邊,我們接聽了有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 175是3元買的,493是2元 我想問493可否可以混購貨 以及175吉利是多少可以放了 好,我們先看看吉利汽車 吉利汽車早前說未來目標是打入歐美市場和富豪合作車款 最快明年底就會推 看看3元買入 現在正在做2.77元 今天都有明顯的升幅 升幅挨近3% 吉利應該在哪個價位考慮可以去賺呢 回到你的家鄉價,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陳先生對著汽車股,就不要抱太大期望了 他講到很多歐洲市場,出口市場好像很有憧憬 但實際上這盤數是賣很多中國市場 今年的中國市場是立上加立的 如果是汽車市場很頑皮的 所以吉利上半年那盤數是市場收貨 他都叫做有些新的車款,跑贏了市場 你計算是增幅 看看這個升勢可否回到你的家鄉價 但上到你的家鄉價,我看市況也算穩定些 那時候,你就多看一兩毫子好了 我覺得吉利來講,你問兩隻股票 可以抱少許樂觀點的態度 但493來說,最近都動作多多 先前很貴的買了大股東的店舖 之後又發展不同的業務 我覺得股價在過一銀子,這些就叫做期定了 我不建議你溝貨 因為溝貨是有什麼條件呢 我覺得起碼市場對於前景是看好的 你才溝貨 我覺得不如你等它浮上去 過三、過四銀錢的這些橫行區間 你都不如就走它 以國美來說,本身份業績又不是很好 市場對於前景都很有懷疑 我覺得比較難一點,回到你這兩元的買入價 明白的,陳先生還有其他股份問題嗎 多謝你,不要 好,謝謝你的查詢 我們來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見到電話旁邊是有胡小姐的 胡小姐你好 LA,講一下 早安 早安 昨晚我這些三節度未有貨 我想選擇一以上 我想問anting холод bio 1816、2727、308 308,即是三隻核電相關股份 308是中壘 香港中壘 見到1816就現在做3.07 今天升幅挨近1% 2727就是核電相關股份 即是電力設備股 4.190 升幅超過3% 你一隻308,香港中壘 升幅超過2% 我正在做2.01 不如先說1816和2727 你的看法是怎樣 1816就先不要碰它 反彈500點它都是1% 本身大家對它的業績有點失望 如果你說兩隻核電相關股份 我選2727 我拼它股價走得快 因為1816股價就下跌了 其實股價是散散地的 2727來講 下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主題板塊一炒起來的時候 它的波幅大一點 所以先回答你這兩隻線 至於308來講 其實真的是炒國企改革 總理李克強也講到 剛剛昨天說 國企改革 比起原先市場預期還會好些 只是拼搏這個因素 所以三隻股份來說 我覺得308的爆發性比較高些 但你所承受的風險也會高些 看下胡小姐你想怎樣去想 兩隻核電相關股份 1816或者2727 我會選2727 如果用2727和308去比較 概念完全不同 看看你本身的註碼上怎樣去搞 我自己會拼搏308也好 Harry 如果你覺得308在哪個位置會好 現價要入的 我覺得271可以試一點 你放兩個半做指示架 放近一點 近來市況很波動 現在你拼搏國企改革的話 肯定是看三個二 所以就看看 向上看你看五毛錢 向下看你放指示架就是兩毛錢 胡小姐 Harry的選擇會是308 因為覺得它的爆發力比較強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股份問題 我還想問就是 金碟是268 我是5個3日 我想問是 現在能不能交貨 能不能交貨 現在是2.8 今天升幅 剛剛超過了半成 都升得挺有力的 如果是268的話 你建不建議去交貨 因為5個多有貨 5個多有貨 都不會交貨 因為268本身的業績出來 給市場和小弟都很失望 所以形勢 你不如等等它 5個多就難一點 我覺得 你先回到三個四 再看一看 再有什麼部署 現階段來說 金碟 交貨的條件 都是覺得前幾句 看好一點 而軟件顧 比較浮沉 我見部分業績 3.5.4 OK 268就一般 所以現階段 你先等等 我不建議再交貨 金碟國際公佈了業績 中期純利9159.7萬人民幣 按年升了12% 其實Harry 你對他哪個業務 覺得很失望 他9000多萬全部補貼 ERP又倒退 整個故事是說 他會發展金碟雲 如果你說怎樣用雲 你本身要先用ERP 即是企業軟件 你回到辦公室 檢查一下 究竟接下來的放假 不同的資料 或者整個企業的營運狀況 這方面 上去夠雲 讓你到手機裡 看到這些資料 如果你說ERP 即是開頭的部分 都倒退的話 你很難發展夠雲 因為不能倒轉 所以形勢 我比較擔心這方面的發展居多 所以建議交連觀眾 如果你較高位持住貨 你不如先維持它 它就跟著板塊上 業績不太托得住 但他都說 現在的雲服務佔收入大約10% 希望2018年可以升到30% 雖然現在還在虧損 但未來兩三年會 會繼續投入資源 提升用戶數目和市佔率 都看好 你覺得前景可以樂觀一些 8月28日金碟都不知道怎樣 不要說2018年 三年後才算 我覺得不要看太遠 尤其是現在 大家trader每分鐘去看 你268 他每次都這樣說 幾年後 幾年後 很多東西都可以幾年後 我覺得現階段 前景 我有份業績出來 給我有些數字的承托 我才看你的投資故事 現在未有數據的話 我就先看不住 我不是說 胡小姐買的貨 就已死 如果已死 就止蝕 但問題是 股價的爆發力 是會在 但你要明白 持續性 上升股價的持續性 沒有業績支持 很難維持很久 好 明白 我們搭一搭電郵 看到電郵方面有Venus Lam 他想問939建行 什麼價位可以入 現在正在做5.5.5 今天升幅超過3% Harry 你覺得什麼價位可以吸納 939我印象中 好像就不出業績 明天公佈業績 我覺得內銀股未必這麼快跟得上去 就是要股價的反彈 要看看林小姐 你本身是想有什麼部署 純粹以一個長線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939現價是可以買的 如果你打算擺放兩三年 甚至半年左右 其實現在就可以買 股積上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駁這一層 覺得市會反彈上去 例如我2.3萬這樣算 內銀股就慢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的部署 看看你想怎樣 如果你買入價來說 你算回現階段5.5.4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好 另一個股份 就是想問一下 1800和1766 它都是14元入 如果想溝貨 哪一隻好些 什麼價入 我見到今天兩個表現 都不是很一致 都是上升的 見到9.19的中交建 今天升超過半成 另外1766升幅比較顯著 今天升幅超過7% 在做8.95 哪一隻溝貨好些 如果你計溝貨來說 我覺得1800就穩陣一點 1766升幅超過7% 是1%的股價 但是防守性高一點 但是股價不能動得那麼快 1766就調轉 風險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兩隻來說 這些市況 我驚驚青青的 我覺得 不如買1800 因為1766的問題 今天1766 在A股那邊 升到爆炸廠 但是問題是 因為上面很多鞋貨 我覺得形勢比我的感覺 負面少少 所以如果這麼波動的市況 1800來講 可能跌幅深度上 駁回11元 幅度上 我覺得會多少少 明白 看到1766 內地方面 已經漲停了 漲停街10.99人民幣 跟Harry做新報 剛才講過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的分析 一會兒再有多一次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給我們 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待會見